一年一度的赏红季即将到来 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 在上一周冷空气和秋雨的影响下 京城马上就将迎来红叶的最佳观赏期 相比之下 今年近郊区和城区的红叶观赏期略有推迟 气象部门表示 树叶变红是因为叶片中含有大量花青素的缘故 花青素又称为红色素 随着气温下降和白昼时间变短 叶片中叶绿素的含量迅速下降 花青素含量急速上升 从而绿色褪去 红色显现 今年北京的气候特点是 总体气温偏高 迅期降水偏少 秋季降水偏多 总体雨量与常年持平 从10月4日开始 气温逐渐下降至和常年同期水平接近 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 自10月12日起 北京气温大幅下降 低于常年同期水平 13日和14日早晨 远郊部分站点出现了双冻 使红叶迅速变红 目前看来 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 北京国家森林公园 圆明园公园等地的红叶 已经陆续在变红 本周末天气情好 喜欢赏红叶的知名 可以趁着好天气前行啦